指揮中心適度的鬆綁餐飲業者的防疫規範 請問市長,如果只有台北市沒有開放內用 或被擔心引來批評 另外如果開放會完全參照中央的指引 還是會另外訂定更嚴格的規範 是否認為中央逆科學 此舉有讓病例數暴增的風險 另外開放電影院、美術館的時間點 夜市的部分會全面開放嗎 相關微解封的指引 中央事前有沒有跟地方討論過 這個我們是下午2點 我們都是看電視才知道的 所以也沒有時間跟我們商量 那其實我倒覺得是這樣 新常態它就是用動態的應變 所以其實這個禮拜我們也在看整個疫情的變化 最關鍵就在這個禮拜 到底它是不是降到夠低 那另外一點是這樣 這個解封也不會說一下突然解封 還是會按照程度 那還是如果按照科學來講 吃飯還是最後 群聚吃飯是擺最後 所以但是那個細節 我們也會看中央公佈的大原則 我們還要每個局處在討論可行方案 所以這個不急 我們看看 我們也在觀察這幾天的疫情變化 然後我們要給每個局處去準備 有比較確定的答案在跟大家講 聽說 大家看